好,你说 Andal nucleus 没错 因为限制教授就是认识特别地区 然后从中间切开 它不会从旁边去切 好,然后呢 我们这边直接看 它有一个要切 然后切了以后要序列的替换 然后要有ligation 你会发现说原来ligation 切接 但是它之间要有一个序列的互换 然后在什么branch的migration 然后形成一个holiday structure 然后最后再解开 好,我们直接看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图 可是这个图看起来可能会蛮不嫌疑 我们直接用那个影片看 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 这个是 这个 好 It's the DNA that undergoes recombination to exchange genetic information In the original holiday model, single-strand breaks occur at the same point on one strand of each parental DNA 要先切,Endolinkens 先切開 互換 接合 The resulting cross-over junction is called a holiday junction As each cross-over strand re-anneals to its original partner strand It displaces the original complement It displaces the original complement It displaces the holiday junction to migrate This creates heteroduplex DNA segments Holiday junction現在要出來了 這個就是Holiday junction This is most easily visualized by first re-arranging the holiday structure DNA molecules with this apparent structure have been observed This structure 所以到這個地方以後 接著就要用酵素去把它切開 所以呢 酵素可能可以這樣子切 有可能是垂直的切 那我們看看哪樣子可以讓它變成 你看如果這樣子切的話 它可以 基因可以怎麼樣可以互換 你看這樣子就沒有互換到對不對 因為基因在端點的地方 它只有交換中間 但是 如果是這樣子切的時候 它就有被互換到了有沒有 本來是大A大B 就變成大A小B OK 好不好 那 OK 那 接下來呢 它有講說 剛剛那是基礎的model 也有 後來也有人認為說 是這個model 那我就不介紹這個model 因為課本也沒有寫 這個是分子生物學比較深的地方 那很多東西也許是不同物種 有不一樣的 mechanism 或是說兩個都存在 那我就不講這個另外一個model 你們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找 那我就直接跳到那個原來 跳不出去 你看這樣子很複雜吧 要先切到兩端 然後再去互換 這個很複雜 我就不跟你們講了 那 再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說這邊的圖形 其實簡單講就是這樣 先切 切 各切一刀 然後呢 做 序列的交換 序列交換 然後就會migration migration之後呢 就會形成這樣子的一個structure 這個structure以後 再rotation 變成一個holiday junction 那holiday junction 可以這樣子切 也可以這樣子切 然後一這樣子切的話 就會沒有 可是這樣切的 你會發現 大A小B 就被奔在同一邊了 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至於說這些酵素 是引爆什麼 你看RBC的BCD 是第一個步驟跟第二個步驟 那REG A是第三個步驟 那個RUVAB 是branch migration需要 這個RUVC 是release 就是解開這個holiday junction 的一個酵素 所以這些都是酵素 這些分子生物學也許會上到 但是 我覺得遺傳學在講這邊 有點多了 OK 那就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所以你們要記得 你們只要記得 有酵素在作用 有酵素在作用 就好了 你們先要有這樣的概念 而不要覺得說 它是自然而然的斷 自然而然的斷 自然而然是不會斷的 我們還有自然而然 它也就是說 所有的mechanism 都是有一些酵素 或一些蛋白去作用 你們就要想到 這麼深就可以了 好 那這些都是細部的介紹 說 它這些酵素怎麼去做 REG A怎麼去做 等等 那我這個也就不細講 然後 我們就在講說 Close over 那當然很好 可以做基因的一些 多樣性 但是如果 Close over 不對的地方 你看喔 像它這個地方 這是爸爸的 這是媽媽的 它是序列都很像 這個序列跟這個序列 都一些重複序列 你會發現說 萬一Close over 不對的地方 也就是說 它這裡跟 它的後端 跟它的前端做 Cross over 你可以看到 後端跟前端做Cross over 就會造成一長一短 那這個當然就會造成 遺傳性的疾病 所以你看 我們又把DNA recombination 它不一定是好的 它有時候 也會造成一些錯誤 甚至遺傳性的疾病 像包括 有一些色盲 有一些 這個 紅綠色盲 也是因為這種 造成的 這個是幾個例子 你們就稍微看一下 還有包括這些 這些 這個 就是 如果說不均等 recombination 會造成一些genetic disease 這邊都是 那這是一些 比較深的 分子遺傳學的部分 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那另外一個 跟recombination有關係的 就是 叫做基因的conversion 其實這都是 就是在演化上 為什麼 有時候 傳到下一代的時候 它的基因會變化 本來是大A小A的 可能會變成 大A大 或者是說變成 大A大A 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在 當然 我們總是要去探討說 它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所以我們這邊有個例子 就是說 本來大A小A 應該是1 2分之1的A 跟1 2分之1的大A 但是呢 如果說它有一些 有一些 這個 這個過程 經過了互換 經過了這個 經過了修補互換的時候 recombination的時候 recombination的時候 會造成說 它本來是 變成是可能有 4分之3的機會是A 或4分之1的機會是A 我只是反過來 那這是什麼造成的 你們這看看就好 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這邊就是來講說 假設 你爸爸的是大A 你媽媽的是小A 是給你的小A 可是就在你的身上 這裡面應該是要互補 可是呢 你在過程中 你會發現說 當它如果說 要進行互換的時候 一互換 慘了 為什麼 因為大A是CG 可是小A是AT 那互換過來 就會造成差錯了 造成說 他到底要聽大A 聽爸爸的 還是聽媽媽的 這個時候 就是選擇性 如果說 他選擇修補 修補藍的 或是選擇修補紅的 就會造成他可能 就是說 他認為說 哪一個是對的 他就修補另外一個 那就會造成 你看他 他就會把 原本也是小A的 就會修補成大A 那像這個情形 如果說 他認為說是沒有問題 修補過來 就剛好是大A小A 大A小A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情形 本來是 應該是大A小A的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結果呢 一經過了這個 recombination之後 他有可能就會修補成 四分之三的大A 跟四分之一的小A 就這樣 這種現象叫做 基因的combination 這個也是因為 recombination 然後repair的過程中 因為他必須要修補一個 可是其實兩個都對 兩個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這樣 我知道講這個很boring 但是說真的 課本就是有這些東西 你們自己看 一定會看不懂 對不對 我雖然講了這樣子 我想大部分人還是不懂 那也沒關係 因為這個東西 我會覺得 並不是那麼重要 那只是說 在演化遺傳的過程中 有時候你會發現 基因為什麼會變化 或是說 本來大A的 會怎麼變小A的 這個就是一些mechanism 好不好 那就先介紹到這邊 不曉得說大家對這一個章節 有什麼問題 當然你還是主要focus 在DNA複製的那個 mechanism 要了解就ok了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 這個 這個 transcription跟translation 這個部分呢 又可以合在一起說 information flow from DNA to protein 所以我們知道DNA 轉入成mRNA 再轉移成蛋白質 所以這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讓大家 我想這個其實 大家以前都耳熟能詳 就是轉入轉移 這原核生物都是在 沒有細胞核 所以它就直接轉入轉移 在那個 在細胞子裡面 那增核呢 因為有一個細胞核 所以它要經過轉入 然後轉入之後 把mRNA送出來 然後再經過轉移 就是蛋白質 那這個是基本的 一個概念 我以那個 一個圖 這個影片 讓大家先看一下 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是這個 好 transcription 大家看一下 這個其實蠻深的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能夠把這個 這個影片 都記起來 能夠畫出來 它的一些關鍵的圖 那個蛋白的話 那其實也都差不多了 A bacterial transcription unit contains three critical regions One region the promoter is a DNA sequence that the transcription apparatus recognizes and binds specific binding sites within the promoter include consensus sequences at minus 10 and minus 35 that is 10 and 35 base pairs upstream of the 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Some bacterial promoters contain a third consensus sequence called an upstream element that takes part in the initiation of transcription the second critical region of the transcription unit is the RNA coding region which is a DNA sequence that is copied into an RNA molecule the third region is the terminator a DNA sequence that signals where transcription is to end here the example is a rho independent terminator which is one of the two major types of terminators in bacterial cells rho independent terminators contain inverted repeats and a series of adony nucleotides that are important in termination unlike DNA synthesis the initiation of RNA synthesis does not require a primer transcription is initiated when the RNA polymerase holo enzyme composed of the core enzyme and sigma subunit binds to the promoter as the holo enzyme unwinds the DNA a transcription bubble forms creating a region of single stranded DNA where transcription can take place only one of the two DNA strands the template strand is generally transcribed RNA synthesis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template strand and is in the five prime to three prime direction RNA polymerase moves downstream progressively adding nucleotides to the RNA molecule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s on the template rho independent terminators contain an inverted repeat followed by a poly-A region when the inverted repeat has been transcribed it forms an RNA hairpin which causes RNA polymerase to pause the stretch of AU base pairs is unstable and causes the RNA strand to separate from the template during the pause when transcription has ended the DNA duplex reforms and RNA polymerase dissociate from the DNA 好 看過這個以後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 你會發現 整張就是這樣 這個部分 其實有分幾個部分 一樣 initiation ellongation 跟termination 就這樣 initiation 其實有包括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promoter promoter區塊 這個東西也是 大部分都要去講的 那ellongation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elongation 就是把RNA 這個底 應該是 就是RNA的 NTP 就把NTP 一個一個接上去 一個接上去 形成RNA的 串 RNA的 molecule 分子 這樣子而已 所以也沒什麼 那最重要的是 怎麼結束 剛剛有講一個 一個law dependent OK sorry law independent 有沒有聽到 law independent 那我這邊就在講 既然有law independent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機制是什麼 各位他只有講一個機制 所以說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機制 對不對 另外一個機制是什麼 對啊 就是law dependent law independent 什麼意思 那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law dependent 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什麼叫做money dependent 我們通常都在講說 什麼東西dependent 什麼東西dependent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需要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你覺得law是什麼東西 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你可以猜想 law應該是什麼東西 law應該是什麼東西 應該不會太難猜吧 用你的common sense 你講什麼 Nucleus 你為什麼要想得這麼複雜呢 不是 不是 他有沒有Nucleus活性 好像 沒有 沒有Nucleus活性 沒有 好 你要講什麼 蛋白質 什麼樣的蛋白質 它是一個蛋白質 它是什麼樣的蛋白質 或者說不要講蛋白質 我可不可以講 什麼叫law dependent 其實你可不可以講 它是不是一個 termination factor就好了 中子的因子 其實我們學生物 學分生要常在講 它是一個起始因子 它是一個中子因子 它是一個什麼因子 什麼因子 都在講這個而已 所以我要你們講說 你覺得law是什麼 你只要能跟我講說 嗯 它可能是一個 termination的signal 或是termination的一個factor 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 我要你們講的是什麼 你們要常常把這科學的想法 來 就像孟德爾 他當初也不曉得那是什麼東西 他就叫做因子 叫factor 好不好 同樣的你們要在想這個時候 不要去哪去想 不是有一個固定的 不一定有一個固定的 如果說你今天是第一個發現它的 你要怎麼去命名啊 對不對 所以說你有沒有想到 它應該是一個蛋白質 OK 它應該是能夠提供它 中子訊號的一個蛋白質 那更好 就這樣 好不好 那至於說它有什麼活性呢 它就是 其實它就是有解開 就是有離開 離開R類的活性 好 那我們之後會講到這個 好 那講到這個以後 我們就要回到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這個地方 看看Promoter可不可以講得到 但是這些地方 應該可以稍微講一下 好 那我們先講 這個 這個 要做Transcription的時候 總是要有一些 需要的東西 那當然需要的東西 就是DNA DNA可以Transcribe 就這樣 然後 這有一些 一大堆 Splicing需要的 在這裡 這邊有寫出來 所以其實這張圖 我覺得畫得還不錯 因為它把所有的component 都寫出來 請問一下 RNA你知道的 MNA RNA TRNA 哪個東西會用在轉路 哪些東西有用在轉路上 轉路喔 在轉路上需要用到什麼 轉路上只有用到MNA 對不對 對不對 轉路有沒有用到 有沒有用到TNA 沒有 好 轉路有沒有用到RNA 也沒有 但是蛋白質合成 就三種都會用到 OK 蛋白質合成 那這邊其實就是跟你講說 Transcription的時候 你發現只是 這個 MNA的深層 或是RNA的深層 或是TRNA的深層 你看這些的深層 主要呢 就是要讓它去產生 在Translation的時候 全部用上 像包括這個TRNA在這裡 或者是說RNA 要結合在這個RNA上 然後這個MNA的存在在這裡 OK 所以這個圖 你只要能夠知道 你可以把Transcription 跟Translation 合在一起 好 那這些是一個 RNA的一些構造 你可以知道圓核跟振核 它有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component 包括說 圓核它有5s 16s 23s 增核有5s 5.8 28 那你們回去可以看一下 其中有一組 顯得不錯 它把所有的這些component 把它組成成Riboson 一個形態 顯得還不錯 OK 所以你們看一下 然後這邊就 當然去問一下 所有的RNA 哪一個含量最多 所有的體內的RNA裡面 總類 哪一個含量最多 哪一個總類最多 那個 那個有牌子的 還不趕快舉 這個奇怪 到時候沒有分數 我剛剛說你 真的 會被當掉 大部分都是那個 沒有有牌子裡面的 那些 然後有考試考不好的 大概就會被當掉 好 給你們這一組 Riboson 要講全名 怎麼叫Riboson RRNA RRNA OK Riboson是蛋白 是一個核糖體 誰要講RibosonRNA 或是Ribosomal的RNA 應該是這樣講 它不是Riboson OK 它的含量佔了80% 那請問 最 最 最小 那個 應該講說Size 最小的是什麼 Size Size 最小的是什麼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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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enger RRNA Messenger 它長短的變化很大 基因比較大 它就比較長 基因比較小 它就比較短 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那這個地方 這個結構 16S RibosonRNA 你可以看到 那個 哇 這個鳥 這麼會叫 你可以看到說 你看它的一個Structure 它有一個固定的構型 但是它這個構型 非常難 應該是用 重劃出來 然後用電腦去做出來 要做出這樣的結構 非常困難 因為太大了 太大了 好不好 那這個是 23S跟5S 5S相對小 比較好做 這些 像這些23S 或其他S 就有時候比較大 可是你有時候 看一看這個 你會覺得還滿有趣的 好像 好像滿有趣 他們 那個結合 還是有它的固定的構型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開始要來講 MRNA 的過程 從Template 轉入成 一個 三個密碼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序列 然後只有 藉由這三個序列 轉譯成這個蛋白質 這是一個 Central Dogma 好 請問一下 我們一般來講 遺傳密碼 有哪些特性 遺傳密碼 有哪些特性 遺傳密碼 有這些特性 要解釋一下 來 快點 挑你要的解釋 遺傳密碼 有這些特性 這個 每一個都要會 因為他會考解釋 請問一下遺傳密碼 有unambiguous 什麼意思啊 他上面有可能會 給你解釋名詞 叫你去選一個 去對應 或是說他解釋一個名詞 請問他是屬於 屬於genetic code 哪一個特性 好 開始 什麼叫做 genetic is unambiguous 或是說你要挑一個獎都可以 好 你先講 universal 就是 共同性 對 異同性 嗯 universal 要征服宇宙啊 universal 對不對 是 是 共通性也可以啦 他的形容詞是 或是 名詞是universal 是宇宙啦 或是 那個 或是 形容詞是 宇宙的 或是 普遍的 OK 共通的 好 那請問一下共通 什麼叫共通的 共通的性 就是可能在不同的生物之間 也是 可以 有意思的啊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所以你要講出來啊 有沒有同族的 要不要幫他補充一下 在 就是 傳遞的訊息是 可以 就是 可以 可以 傳遞 一樣的訊息啊 可以傳遞一樣的訊息啊 不是很完整 但是有沒有更精準的方式啊 例如人類胰島素基因的鑽植 那細菌也同樣的 產生出胰島素 這個 不是那麼 精準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只是說遺傳密碼 的 普遍性 可是遺傳密碼的普遍性 不是代表 說我在 DNA 在 人類 在跟 動物 在E.coli也可以表達 有一點點差異 我現在還想不出什麼差異 但是 不完全對 好 等一下我會再講 來 來 你說好 在不同的生物裡面 同樣的密碼子都會對應到相同的胺基酸 OK 來不及用了 沒錯 其實它的所謂的普遍性 就是說 密碼子 是 ATG 或是AUG 在人類 叫Mesaline 在其他所有的物種 也全部都是Mesaline 就是它的密碼 Code 一樣的 Nearly Nearly 什麼意思 接近完整 這就是所謂的普遍性 所以就是宇宙四方的所有的生物裡面 全部都是這樣 不一定 外星人不一定是ATGC 這個應該不能用到宇宙上面去 好 第二個部分 還有什麼特性的 Unabiguous Unabiguous 是明確性的 OK 就是一個密碼子 只會對應到一個胺基酸 好 OK 知道嗎 就是明確性的 所以呢 這就是告訴天下的男人 不能 Unambiguous ambiguous ambiguous是什麼 是曖昧的 所以說不能曖昧 就知道 對應什麼 就對應什麼 不能說我想要跳一個 跳一個 不行 這就是 對應的胺基酸是固定的 來 第三個 第二個 Degenerate Degenerate 是什麼姓 我不知道 哪來 好 那是什麼意思 多種密碼子 可以對應到同一種胺基酸 不能叫做多種密碼子 可以對應到胺基酸 這個解釋又有點怪異 就是同一種胺基酸 這是一個解釋 不同組合的胺基酸 不同組合的密碼子 這個有點倒因為果 我等一下跟你講為什麼 但是 你講這個是 是 果 但是不是因 這種概念 等一下我會跟你再講一下 好 那你要解釋這個嗎 來 你說 那你幹嘛舉手 我現在就是要解釋這個 剛才同學這個講的 不完全正確 可是你要知道他為什麼講的 我覺得是不完全正確 來 你說 密碼子 就是 UAG UAG 會 修飾同一種胺基酸 解釋性 所以這叫什麼性 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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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怪 你是看哪裡的翻譯 沒有 我覺得沒有人在用減 減 變性這個東西 但是 你從哪裡看到翻譯 我就 我不管 但是 說真的你要是寫這個 大概 可能不太會對 所以說你們知道要寫解釋 但是他講的解釋是OK的 他的解釋其實跟他的解釋一樣 就是說 其實就是 密碼 有可能多個密碼 但是對應同一個胺基酸 但是實際上呢 我一直覺得 這個不是對的說法 我要講就是 什麼叫做退化性 這個就是 Degenerate 其實就是退化的概念 退化 什麼叫做退化 剛才有人講 你說減變 哪一個減 減 那個減 減 OK 老實說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那 那個你們要採用也OK 但是 說真的如果 當初被打錯 不要怪我 那因為 我不曉得 人家會怎麼去想 你就直接寫這個 退化性 的概念是什麼 其實就是 本來應該有64個胺基酸 可是呢 對應出來 只有20個胺基酸 就這樣子就 解釋就結束了 我沒有要講 mechanism 我沒有要講說 多個會對應到同一個 或怎麼樣怎樣 其實 但是大同小異 這個概念是說 你這個東西是 它背後的一個因 但是你真正 我現在 我現在要講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 看到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剛剛有講 它不能夠有 這個這個 三個胺基酸 三個胺基酸 對應的胺基酸 就是對應的胺基酸 是三個序列 三個NUCLETI 對應的胺基酸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這邊就是在 就是在講說 什麼叫做退化性 你可以看 就是說 它本來是有 有64個 64個組合 可是呢 它最後只有20個胺基酸 了解嗎 所以它 這個是有退化性 那至於說 原因是什麼 剛才同學 兩個同學都有講 就是 他在講說 這個 有一些 一個密碼 其實 有一些密碼 不一樣的密碼 但是可以對應到 同一個胺基酸 這個東西 其實是 可以一起講 我是覺得可以一起講 好 那再來 最後 這個 commonless 是什麼意思 好 後面 OK 所以說密碼 是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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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下來就是一定要GUG 不能說AUG以後 我跳一個G 我就UG U 不行 中間絕對不能有逗點 不能 不能 不能有跳號 OK 好 最後一個 non-overl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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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講差不多了 好 跟你講 沒有重疊性 就是不重疊性 沒有重疊性 沒有重疊性 兩個密碼紙不會共用 解析 OK 好 密碼紙不會共用 共用什麼 解析 密碼紙不會 不會共用 就是說這個AUG 只能對應一個T 下一個 一定要GU GU 不能說在GGU 了解嗎 不能另外一個T TR要上來這裡 不行 一定要三個三個 也不能跳號 不能跳號 不能重複 這個OVERLAP 那這些的中文 英文 其實大家就要了解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這個都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好 那再來就是 這邊有幾個 幾個 所以說 我們都知道 密碼紙有64個 64個所對應出來的 這個 暗基酸呢 就是密碼表 可以看一下 好 那 再來就是 呃 如何證實 如何證實DNA 到 protein中間有MRNA 或者是說 簡單來講 當初發現了DNA之後 很多人在講說 那蛋白質怎麼產生的 所以說有些人講說 蛋白質 DNA可能直接產生蛋白質嗎 大家是一直抱著很懷疑的態度 所以呢 有些人就認為說 應該是有一個adapter 有一個 對 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 帶所謂的 帶蛋白質來的東西 carrier之類的 或是adapter 後來被證實 後來被抓到 被找到是MRNA 就是這樣 那這個不容易找到 因為 MRNA其實 他的生命期 生命中期比較短 所以他其實他 那個不容易找到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先講到 這個有MRNA的存在 好 那MRNA 這個 合成的過程 其實也是一樣 它需要 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核肝酸 你看一個一個接 它也是一樣 它可以去做 合成 或是降解 那這個東西 就是M加E 這就是 一個 RNA加E的概念 那這個過程 其實就是用 用RNA Polymer 是可以做 其實在活體外 是可以做的 所以早期就是 因為活體外 可以去做聚合的 這個過程 這個直接用 用化學的反應 就可以做 不一定要 一定要酵素 這個可能要加熱 或什麼的一些方式 可以去做 所以早期有 開始就要在人工合成 這個MRNA 那合成MRNA之後 他們就怎麼去找出 這64個密碼 你覺得 是你 你會怎麼找出64個密碼 你就最簡單 最簡單的是 怎麼做 你可以先合成MRNA 然後呢 如果說你是那時候的人 你今天要找出 密碼是什麼 你已經知道是AUGC了 那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那個密碼 三個三個一組 而且你怎麼知道 它這個密碼到底是 是產生什麼樣的氨基酸 你覺得可以怎麼做 不要想太複雜嘛 你覺得UUU是用來做什麼的 是什麼氨基酸 一定是某種氨基酸 UU可不可能是兩種氨基酸 UU可不可能是兩種氨基酸 如果是兩種氨基酸 就違反了我們之前 所講的一些概念對不對 所以UUU應該是一種氨基酸 對不對 那 同理可證 AA呢 CCC呢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可以抓到四個了 好啦 先用這種方式 先用全部都是單一的序列 再進一步呢 你可不可以去設計 設計 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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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序列 請問它會產生幾種氨基酸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可能產生一種兩種 對不對 它有可能是UGU 或是GUG UGU 就是三個三個一組 就會產生兩種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呢 人工合成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人工合成的時候 不會有這個 簡單來講 你可以看到說 它就形成一個兩個 就形成兩套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呢 如果說我用三個Nuclear UUG UUG 理論上來講 你應該會覺得說 得到單一的 可是我們在活體外做的時候呢 它有可能會從這裡開始 有可能這裡開始 有可能這裡開始 這個是因為不是在體內做 所以它可能其實會從這裡 這裡這裡 所以如果這樣 它會得到一種 兩種 三種 就是這邊所謂的三種 各位了解這個概念了吧 你看當初古人要做 各位 做科學沒有捷徑啊 都是用這些最基本的概念 一個一個串起來的 從最先開始的 單一的序列 然後去做人工合成 再進行這個 兩個序列 人工合成 然後去看一下它得到的 這個氨基酸是什麼 三個得到氨基酸是什麼 三個得到氨基酸是什麼 甚至用四個去試 最後才把這 這個六十四個密碼呢 對應的氨基酸呢 全部把它抓出來 了解嗎 OK 好 所以 講這麼多 是要跟各位 介紹什麼樣的概念 今天 如果說 我們今天想說 氨基酸密碼 六十四個背起來 各位這有什麼意義 你們只是在從 只是在學背這個知識而已 可是今天 如果你遇到一個問題 有一個密碼 你想要破解它 請問你應該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你還是要用這種科學的方式 去抽絲波解 我可不可以先合成一個 再合成兩個 再合成三個 然後去看一下 它對應的是多少 然後去想 了解嗎 所以我們要跟各位講的是 學什麼遺傳學 學什麼學都一樣 如果沒有跟你們講 那裡面的背後的邏輯概念 你們最後都只剩下背 對不對 微積分 各位你們微積分 是在背的嗎 很多也是 解題你就背起來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不了解 那背後的東西 你還不是就只是背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生物學好像很多東西都在背 其實也不盡然 有些東西也是一些邏輯性的概念 去把它想出來 好不好 那我就簡單介紹說 說利用這種體外合成mRNA 然後這個mRNA的單一的 或是兩個的 或是三個去解開了所有的密碼 就這樣 好 那當然這幾個 這個密碼表裡面 有幾個東西要特別注意的 要背的 第一個當然是AUG AUG就是 為什麼AUG要背 AUG是什麼 AUG是什麼 其實密碼 所以說這個 為什麼 一看就要知道說是其實密碼 那相對應其實一定有終點密碼 終止密碼是什麼 好 大聲一點 好 就是上面 UA UAG 跟UGA 那再來為什麼我們說要背的其實就是像這個單一的 Treat粉 Treat粉 只有UGG 只有這個一個密碼 它單一的密碼 所以跟AUG一樣 它是單一的密碼 那其他呢 或多或少 有兩個 有四個 甚至Lucine是最多 Lucine有六個 是這樣子 好 那就有人 就有人在此 就有一些 比較特別 像Mesaline 其實在Bacteria 它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是被Modified 第一個胺基酸呢 是被Modified 叫做Formeo-Mesaline 所以是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要了解一下 其他都差不多 好 那 再來就是 這個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 這個 這個退化性 或者是說 為什麼會有 好像多個密碼 這個密碼 全部都對應Lucine 這些密碼 為什麼會對應Polline 它的Mechanism是什麼 這個 或是提出這個 的Hypothesis是什麼 退化性的一個 背後的一個 Mechanism是什麼 或是它的 Hypothesis是什麼 Wabble Hypothesis Wabble是 一個人名 好 Wabble呢 他就認為說 他就提出這個 這個概念 事實上也是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就是什麼 MRNA 一條 TRNA TRNA TRNA有一個特性 TRNA上面有很多修飾的 有一些 Modified的一個 Base 它不是只有AUGCO 如果 如果說有考一題說 請問一下 有一些 那個 有一些核甘酸會不會修飾 修飾包括 假希化 或是假希化 或是什麼一大堆 沒有人修飾 請問在哪裡最多 被修飾的 Nuclear type 就在 TRNA上面 所以說 TRNA有一些 什麼 T A之類的 反正 TRNA 你如果去看一下 它的Seq 它不是只有AUGC而已 它還有很多 其他奇奇怪怪的 這個代號 好 那這個呢 它包括I 包括這個 這個I 在TRNA上面 好 那所以呢 MRNA是這樣子 它 那誰可以講一講 什麼叫WABO的Hypothesis WABO的Hypothesis 又稱搖擺 的一個 一個效應 那 為什麼你搖擺 你可以講一些Key 哪裡在搖擺 哪裡會搖擺 看一下這一張圖 請問他們在 第幾個 Nuclear上有搖擺 第三個 OK 在第三個 是誰的第三個 主要是MRNA第三個 MRNA第三個 MRNA第三個 相對應TRNA是 第幾個 是第一個 OK 所以呢 五端到三端 它是這樣子跑的 所以它是在第一個上面 MRNA是在第三個 所以第三個會搖擺 那搖擺一個 搖擺兩個 或是搖擺一個 或是說搖擺一下 它對應的氨基酸可能還是一樣 就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 Warbo 他所講 你看一下 在這個 MRNA上面 有可能 C跟U 會變 A跟G 或是AUC 它可能對應的 都是同一個 所以說你可以要對應 G 對應U 對應I I很厲害 它可以對應三種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說是 不管是 最後一個是 AUC 它可能就是同一個氨基酸 同一個 同一個TRNA 帶來氨基酸當然也一樣 好 那這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說按照舉例 如果說是 Arginine 你會發現說 它扣的是 CGA CGU AUC 都一樣 結果它通常都只有一個來 一個來就是 GCI GCI 是TRNA 一來 全部都是帶Arginine的 所以這三個密碼 全部都是Arginine 那你回去看一下 Arginine 在這裡 Arginine 在這裡 這邊就都一樣 OK 所以這個地方是 是它的一個 一個解釋推化性的 這個Hypothesis 好 那講完這個之後 我們就 我看一下 就是說 剛才我講了說 說 說Genetic Code 是Nearly Universal 也就是說 大致 大致呢 全部的物種 它的 它的那個 密碼子 都一樣 也就是這個表 對應所有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大部分都一樣 普遍性都一樣 但是有一些例外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例外 這些是一個例外 那要不要去背 其實我覺得不用 你就知道說 有一些是例外 包括說 本來是這個 這個 會 這個 Normal本來是Arginine 可是它在 Metocondrium裡面 它變成是一個 Termination 就這樣 所以這個 就是一個 這個 不完全一樣 有一些 Exception 有一些例外 好 那當然 這邊要講 另外的 像病毒 病毒 就不見得有 注意喔 病毒 有一個 overlaping的概念 我們都知道 基因跟序列 那個序列 那個序列 是不能overlaping的 就是說 AUG 一定要跳下三個 一定要跳三個 一直這樣跳跳跳 那可不可以 不能說 這個AUG完了以後 我就跳一個 跳一個 不行 好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病毒裡面呢 它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呢 它的序列呢 就只有這樣子 可是呢 我病毒呢 可能可以用這裡起死 做成這樣的一個 氨基酸 但是我有可能 用這樣子的 Initiation 形成這樣的氨基酸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裡是不是跟這裡 剛好有一點錯位 各位 這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我如果 已經起死了 三個一組 三個一組 我是不能夠 overlap的喔 這個Glycine Mesalin 不能夠再用 GGG 這個三個去做喔 只能用 下一三個 同樣的 我雖然起死去 起死去 寫在這裡 我就一路做下去 我會產生 不一樣的蛋白質 所以 Overlaping的基因 跟Overlaping的序列 是不一樣的 它雖然有 Overlaping的基因 但是它有 我們Overlaping的 密碼子 沒有喔 了解嗎 這個地方是 大家要去理解 不要被 同一個字 Overlaping 這邊有寫啊 不是可以Overlap嗎 不要把它 那個都很雜 那這個 當然 一般來講 我們的基因呢 不太會這樣共用 序列 不太會去共用 好幾個序列 那是因為病毒呢 為了要節省 它的那個DNA 所以說你看 它一個 一段這個序列呢 它可以 引扣幾個基因 1234567 可是它真正 如果說按照長度 本來應該只有一個 兩個三個 可是它可以利用不同的 其實連 引扣得出好幾個 不一樣的基因 那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病毒 它的一個 一個方式 那當然現在人類呢 也或多或少 有一點點這樣的概念 雖然是說 一段基因 它可以用這邊 運動到這邊 但是它可不可以從這邊 做到這邊來 可以喔 就是只做到這邊 就是做到一半 這個是R 就叫這個 叫做R類的 Editing 等一下我們最後 最後的部分會講 但是 而且呢它有可能會做 會做 重量做異常 但是呢它會有 不一樣的Splicing 造成A跟A'不一樣 它的那個 就Alternative Splicing的概念 好這個事實方式 給大家講一下說 原核生物用的 讓你的基因的多樣性 跟真核生物 我們怎麼造成 我們基因的多樣性 OK 我覺得這題好像看起來不錯 就是說 一段序列 病毒怎麼讓它造成 基因的多樣性 它明明只有序列 原本看起來只有三個 那你可以講說 它是藉由不一樣的 Initiation 造成Overlaping的基因 然後就產生多樣的基因 對不對 那像人類的話 就是說這個高等生物 其實你就是說 可以用 用什麼這個 這個 這個Splicing 就是Alternative Splicing 就是所謂的 交替式的這個Splicing 讓它造成基因的多樣性 好 那這樣子這個概念應該 沒什麼問題 基因然後產生MRNA OK 我看最後還有沒有講什麼 好 我最後我還是要把這邊 這邊給大家講一下 好 那既然 所以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轉入轉意的這個 我們先講這個中間的這個過程 我先問一下 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這條是MRNA MRNA的話 請問哪一條叫模板骨啊 模板骨是上面這條還是下面這條 上面這條還是下面這條 下面沒有錯 下面這條叫做模板骨 因為它用它做模板 你可以做出這個 好 那請問一下 MRNA它的那個 它的起始的這個 這個稱號叫什麼 起始點叫什麼 不一定是ATGC 但是這有一個特別的點 這個點叫什麼 請問一下ATG AUG在哪裡 AUG在這裡 注意喔 我MRNA轉入的這個叫做 轉入起點 轉入起點在哪裡 請問轉入起點在哪裡 很簡單嘛 轉入起點 剛才 Videos上有講 轉入起點是哪裡 有沒有人 不是不是在POMO POMO的是它起始的部分 沒錯 但是轉入起點 有沒有一個特殊的 有一個代號 Mesalin喔 Mesalin喔 Mesalin是什麼呢 Mesalin是這個 AUG在這裡 這個是誰的起點 這個是蛋白質的起點 這是轉液的起點 所以不要搞混 這是轉液喔 轉液成蛋白質的起點 不是轉入起點 所以是哪裡 ORI ORI是複製起點 所以你看你們常常搞 所以這裡是多少 剛剛有講啊 很簡單 Mes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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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很接近了 Mesalin是屬於POMO的地區 所以它從哪裡才開始轉入 正1 沒錯 OK很好 它就是正1 有沒有零點 沒有零點喔 在序列上只有一個 -1 -10 -35 這個POMO的區塊在這邊 然後呢 接著轉入開始就是正1 正1 大部分是G 或是A 但是不一定 但是你看它轉入一部分 才開始遇到AUG OK 好不好 那這個地方呢 所以這個叫Template 那另外一股叫什麼股 這個叫模板股 那另外一股它的對應股是什麼股 非模板股 或者呢 知道什麼嗎 知道什麼股嗎 什麼 延遲股 不對 這邊沒有延遲 這邊沒有delay的問題 所以我告訴你 轉入 轉入 大家最容易跟 跟複製呢 搞混 就是因為你根本 就是因為 到時候我們還在講 RNA Polymers 跟DNA Polymers 又有什麼不一樣啊 好 你說 編馬股 編馬股 編馬股的英文是什麼 coding strand 或是叫密麻股 coding strand 所以說 這個是Template 這個是編馬 所以說它的馬 各位 它的馬跟 MN的馬是不是會一樣 它的馬是不是跟 MN的馬會是一樣 除了U之外 除了U之外 除了它本來是ATG 可是你在MN當然會變成AUG OK 了解嗎 所以coding strand 跟Template 我告訴你 光是連哪一股哪一股 你都搞不清楚 再接下來 請問哪個叫做sense股 哪一個叫做anti-sense股 sense股是哪一條 是上面的還是下面的 要有意義喔 sense感覺是有意義嘛 誰有意義 MN有意義喔 所以誰有意義 下面的 不會 我已經跟你講 MN叫做有意義 所以sense股 只能是 是這一股或是這一股 那跟MN一樣的股 是誰 上面 好 沒錯 所以coding strand 密碼股當然是有感覺 有意義嘛 對不對 所以說sense股就是在上面 下面這個呢 當然也叫做anti-sense股 OK 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要做一個藥 我今天跟各位講 如果今天你要做一個藥 要抑制MN 請問你要做的是sense 阿捏 還是anti-sense的阿捏 去抑制阿捏 搞不懂了吧 哪一股哪一股搞不懂了 anti-sense 你為什麼會知道 OK 好 沒錯 我剛剛已經各位提醒了 在這個整個轉入轉意中 你覺得什麼東西是有意義 有sense的 mRNA是有sense的 所以跟mRNA有sense的 其實就是這一股 跟這個密碼 密碼股 所以它是sense 所以你今天要做一個東西 能夠去抑制mRNA的 那當然是要用anti-sense anti-sense的話 其實就是等於template 這個股 這股可以跟它互補 所以就把它黏住 它就不反而不作用 就這樣 OK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第一個 你看光是哪一股哪一股 你們就搞不清楚了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initiation 然後再來就是elongation 就是R一個一個結 termination 所以我們下次也跟大家提 有road-dependent 跟road-independent 然後另外最後一個部分 RNA-polyments 跟DNA-polyments 最大的不一樣是在哪裡 或者是說 RNA的聚合跟DNA聚合最大差異在哪裡 起始點的最大差異在哪裡 起始點的最大差異 起始的最大差異 最大差異是什麼 他們一樣要解開DNA對不對 他們一樣有這個聚合酶 但是這個聚合酶 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 是什麼 解開了什麼 解開的酶不一樣 不是我們這個答案 我解開應該還是用helix 或是它解開方式 解開東西也許都不一樣 它都是有helix的活性 但是DNA是用它的helix 那那個RNA-polyments 只是用它這個 在這個chensuring factor上面的helix 但是都是有helix的活性 那我問這樣可能不是 你會發現 我們說DNA-polyments 誰 誰可以主動啟動啊 誰可以啟動 你說 RNA怎麼樣 為什麼它可以主動啟動 為什麼它可以主動啟動 它不需要primer 它不需要primer 這個是非常對的地方 沒錯 這個也是最常考 這個呢 需要一個RNA-primer 才能讓DNA-polyments開始作用 這個呢不用 這個 那個 那個 全力factor上來之後 它直接RNA-polyments上來之後 它直接就轉入了 所以它不需要primer OK 好